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艺术梦想家 坚持素描写身 擅长写实画风 用色非常的温润 画面生动 今天我们来的是哪位大师呢 让我们来看一段VCR 因为她竟然过去 生于湖南省桃园县的 阮茂秦老师 因母亲的支持 以及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胡一川先生的会演选定 而进入美术学校 从此踏上绘画之路 在阮老师创作的风景画画面中 有一种温柔敦厚的力量 用色温和润泽 清新淡雅 却深刻感人 一如燃老师奇人 自始至今都乐在绘画 即使面对困恶或压力 而终不悔 人物画 人物画 也是燃茂秦老师 创作中的一角 下笔准确 形象生动 色彩丰富 风格典雅 为人物留下永恒的光彩 创作特别偏好写实方式 责善固执 而不随波逐流 坚定自己的信念 使画作如史料 得以窥见一个时代 最俊勇的风貌 让我们热烈欢迎 燃茂秦大师 各位观众好 谢谢 谢谢燃老师 也介绍我们 九鼎艺术的总监 影记丽影总监 主持人好 我们的燃大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高兴 请到燃老师 亲领我们现场 就是前面三十几年 是在大陆 然后后面移到台湾 那可是我很好奇 是说早期 其实从事这种创作 尤其是艺术领域 其实是相当的辛苦 那你是在怎么样的 一个因缘机会之下 怎么会踏入油画的 这个领域 画油画 在我来讲 不是专业 因为我所学的 在过去是学舞台美术 素描 草图 或者服装设计 人物化妆 那个时候我都要学 那主要的是 是学这个舞台设计 所以画油画 我是自学 你画油画自学 自学的 所以你没有师 成某位大师 没有 但是过去在大陆时期 对 当时的那个环境 我们可以接触到一些 油画系的教授 他们的作品 这个给我 比如说有很鲜明的印象 会得到启发 其实你在大陆那边 有些有三十年的一些 背景经验 然后才要到台湾 然后其实是有点 两边的艺术领域 把它结合 你可不可以谈一谈 这个就印了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的 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 大家都知道 民国三十八年以后 对 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大陆 政府前台了 所以我的父亲 是在国民政府行政院里边 任职 所以在大陆 这个不得了 你知道吗 大陆就是说你出生不好 后来到文革的时候 产生一个名字 把这些所谓地主资本家 还有这些国民党的 政府的官员 都叫做什么呢 黑五类 对 而且就会搞斗争 要搞斗争 那个我都亲身经历过 所以其实你一生的这个经历 也是你很多的创作灵感的来源 等不等于 不一定 比如说我也被批判过 被关过 被斗过 被游战 那是不是我会去把那些场景表现出来呢 我至少我脑子里边我有很多的记忆 但是我没有那个冲动 去把它画成一张画 我是一个画家 我站的位置 我画的东西 有一部分描绘一些苦难型 但是呢 那不一定是我自己个人的照应 像我们背后的这个画作 老师要特别讲一下那个故事 我那个渡口 我画的是湖南湘西西部 那个花园县有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呢叫查栋 我去的时候呢 是1988年 他的村民是因为沈从文 他的代表作 编程 这个编程呢就写查栋 而且就写这个百度的一个老爷爷 跟他的孙女翠翠 一起在这个查栋 为人百度 艰难的生活 这个在湘西贵州这些 如果这个大雨 就会泛滥 泛滥河水就混浊了 就是画茶洞 渡口 这个场景 其实我觉得看老师啊 一直以来的创作 好像比较偏爱写实的 对 我画画喜欢写实 因为我在大陆那个气氛底下所教育 而且呢当年呢 接触到很多苏联时期 因为俄国的现实主义 写实主义 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所以写实的话 它要缩造形象 换你就是你 就是这个生命 谢谢 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呢 待会儿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艺术梦想家 跟老师呢一起来分享呢 写实派的艺术人生 欢迎回到我们的艺术梦想家 那我们都知道 冉老师这个人生的生命历程 相当的丰富 其实在这些历程当中 也给你很多创作的灵感跟启发 对不对 当我在来台湾 画人像也赚了一些钱 我马上买了一个小房子 因为有了这个画室 我马上停止 私人画廊的这种展览 马上去画那个渡海 鲜明渡海 这个而且呢 很多大张画都是在这个画室完成 比如说那个贵妃之死 对 我用的是贵妃之红 那个杨贵妃从开始画到完成十年 十年 十年 画那个渡海 鲜明渡海 两张都在跟这个风浪作斗争 大家的命运都在一起 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我去表达这种精神 第二张的是 画的是 到了台湾 从小山板上面 到了岸边 再涉水 再上岸 开展一个新生活 所以再来开发台湾 建设台湾 我想请问 就是说 你对这些学艺术 有些是现在甚至你的学生 他们都有很好的成就 那你对这些后辈有什么期许 我是希望这些年轻人 要去勇敢地 要去走上这个创作之路 不要画产品 要画作品 我一直跟他们 唠叨啊 我说 我说一个画家 最后成名 最后社会 人历史 会记得他 是因为他画了很好的作品 当然我希望我的这些 同学们以后 他们能够 一生里面有几张好画 创作画 要画代表作 有自己风格的代表作 有自己风格的 代表作 历史就会记得他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然猫琴老师